美女面红耳赤,只因喝了杯90度的滚烫露血 每天清晨畅饮一大杯露血,是楚科奇的传统 而驯露遗体熬煮的露肉汤,更是楚科奇轻壮年的最爱 但是在零下70度的北极,楚科奇女人究竟是如何分娩的呢? 屋外寒风凛冽,老布的妻子却到了临产的日子 老布只好驾着摩托艇去寻找接生婆 可是接生婆不在家,她只好打电话向俄罗斯当地政府求助 下一秒,一艘直升机载着医护人员就来到了老布家 医护人员立马对老布的妻子展开检查 一旁的婆婆却极为紧张 因为在零下70度的北极,要是突然分娩那必然是死路一条 医护人员当即决定转移老布的妻子 搭坐直升机,飞往500公里外的镇上诊所进行分娩 老布一家都很紧张,毕竟要是出事了这可是一尸两命啊 直升机上的老布妻子状态不佳 但是直升机还需两个小时才能飞到诊所 这对老布的妻子是一段生死考验 到达诊所后,经验丰富的医生用听诊器听了听胎儿的胎心 下一秒,孩子就降生了 你看这孩子多可爱 之后他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生肉喝露血 生完孩子到家的老布妻子 坐月子更是硬核 直接将冰冻的驯鹿肉切块生吃 老一辈的楚科其人觉得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补充产后孕妇的营养 楚科其女人分娩没你想得那么硬核 你是不是很失望 老一辈的硬核